也被众人所熟知 但是不知各位观众看他是否有点眼熟呢 他的扮演者便是台湾曾经红极一时的偶像男神郭品超 郭品超是模特出道长相帅气 身材比例更是标准 被称为九头身美男 由于长相帅气出演了不少大热的台湾偶像剧男一号 比如斗鱼 白袍之恋等 和霍建华 周一鸣一样 是台湾第一代花美男偶像男神 他合作的演员很多 当年主演《十二生肖传奇》时 曾主动帮助过还没大红的杨幂 只是后来他开始逐渐沉寂 从主角沦为男二号出演的角色 也都是同一类型 没有挑战 但杨幂还是没有忘记他之前的帮助 在新剧《谈判关》中为其找到了一个角色 还是比较讨喜的精英暖男设定 只不过颜值一直被网友吐槽 不过郭品超毕竟四十出头了 颜值肯定有所下滑 谁也不能青春永驻 主角沦 不是